老华一美日一档回答一下车板面的养完问题啊 这个日本拿下伞 浇水拿捏了看一下 挺好的呀没啥毛病啊 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毛病 你说有一根枯了不怎么长就把一根给它剪掉就行了 然后呢像现在你要想加速它的生长的话可以每天晚上套一个塑料袋用来增加它的一个保湿 大家要知道哈 干养根 湿养苗 略湿一点的时候呢叶子会长得比较多好吧这吧 养的挺好的了很棒了 很棒 下个臭包说 枝子花打尼尔刚买了三天什么原因缺水了 现在能做的就找个水桶给它泡上等着叶子制令起来再说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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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出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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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多接一些雨水 雨水来浇花没条件啊 借着翻飞水这种东西好吧 下一个臭包 老华一什么虫露台上好多 像死克狼一 甲克龙一 像只要是这种虫一般都是在土里面的宝贝 推荐大家用鲜趴的那个小白药 就是敷虫安 这个别人家也有咱们家也有就这种东西了好吧 撒到土里面基本上这种虫子都不见了90%的虫子都没了 老卫你好 一盆微月 好丑有什么建议吗 不知道从哪下手 要我啊就留两根或者是一根 为什么呢叫一枝独秀 太密了并不好 就跟头发一样是吧 你要是太密了 你看咱 剪发一般都是给你打打薄之类的 剪稀一点 会更好看更利于树形 只有一个道理啊 如果说你看的很密了 你就可以 放开了剪 这玩意没事 只要下面有芽点 有那种叶子 就 记住句话 只要下面有芽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小苍蓝叶子尖黄了怎么回事 有点积水欧根了宝贝 有一小点的积水欧根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像花友们在养花的时候呢 尽量的避免用这种不透气的盆子去养 就跟人穿鞋一个道理对吧 五角 0288 老花衣 我东北的 初学者 浇水自来水 困水怎么地的 酸碱度 谢谢知道了 就是关于这个突养酸碱度 我直播的时候老说 那今天呢 借着这个美日一打也给大家叨叨一下 酸碱度怎么理解呢 就跟人一样 每个人都是有个胃 胃部呢会有胃酸 胃酸是帮助人民消化食物的 大家听说过这么一句话 叫胃酸分泌不足 而产生的消化不良 对吧 像植物的一个碱性过高呢 就像人的一个胃酸分泌不足消化不良 而导致的一个道理了 所以说呢有的话人也会问 老花衣什么是洗酸的什么是洗碱的负责任的说 只要大家能欠到的花都是洗酸的 只是有部分的花叫耐碱性比较强 类似于月季了 类似于铁线连了 类似于我们的杨 杨树柳树大怀树这种了 都是叫耐碱性比较强 像酸碱度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都是因为咱们自来水里面的一些个水碱 你比方说一些个铁啊和钙啊等等一系列的 就会导致一个水碱比较多 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个碱性化 想要避免的话呢 可以多接一些雨水来浇花 日常的时候该施肥施肥就行了 也可以用些菌肥 其实最好的肥料就是那种农村的老粪坑里边的那个粪肥 它就很好的去改善 好吧 如果说大家没有这种条件的话呢 还是刚才咱跟透宝说的 这个繁肥水就可以解决的 行吗 酸碱度这个事 别的也没啥了 好吧 养花问题呢有不明白的花友们拍个完整清晰的照片放到评论区我们就会抽选啊 或者您私信 也可以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真一 下期再见 拜拜